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抢先体验一下乐视与阿斯特马丁合作的超级车机并为大家做一下展示 首先这是一款阿斯特马丁Rapid S,最大功率高达552匹马力,性能十分的出色 在经过了乐视对车内系统的全面升级后,在智能化方面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 首先我们坐进驾驶室,你一定会被这个13.3寸的大屏幕所吸引 它的分辨率高达1920x1080,里面搭载了乐视自主研发的EUI Auto操作系统 是的,这个屏幕看起来真的很大 从主界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最常用的三大功能 最上面车辆行驶状况,里面包括行驶里程、时间、平均油耗 中间是空调温度的调节以及风速的控制 你可以快捷的调节空调的温度 最下方当然少不了音乐显示和控制 下面我们进入到乐视音乐的界面里 车上听歌肯定是非常常用的功能 但是这台车机它能给你的体验不仅是听歌和看视频这么传统 在音乐界面里面我们有乐视海量资源的网络电台 包括了乐视体育的中超等赛事 乐视音乐的音乐会直播等 同时还有精心编排的脱口秀、笑话段子、相声、小说等优质的内容 你可以在分类列表里面选择你喜欢的音乐 那我特别想问这个屏幕能左右滑动吗 当然可以 主界面右滑可以直接进入到乐见汽车桌面 乐见桌面会根据你散落在各个中端的使用习惯 推荐你喜欢的新闻资讯 就可以看到应用界面 在应用界面不仅有乐视自己的乐视视频、live、乐看搜索 那么通过乐视应用商店汽车版 乐视也将众多的第三方优秀的应用 如百度地图、高德地图、酷尔音乐等带给了用户 下面我们进入到车辆控制的界面 我可以很自如地控制空调的风量、温度 我们可以开启内循环、空调除霜以及更改空调的风向 在下一个界面你可以对车身进行一些控制 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启车左前方的阅读灯 开启右前方的阅读灯 对车门进行锁定 还可以按一下喇叭 确实很响亮 在下一个界面我们可以控制 对车辆的驾驶模式进行控制 包括悬架模式、车身稳定系统 最酷的是还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对仪表盘进行控制 除了炫酷的中控屏 仪表盘这边乐视用12.1寸全液晶的仪表盘 替换了原有阿斯顿马丁 机械仪表盘 首先经典模式遵循阿斯顿马丁的文化 突出优雅绅士的气质 运动模式凸显驾驶的乐趣 节能模式注重环保节能 黑金模式是我最喜欢的模式 一下子让这个阿斯顿马丁车仿佛变成了James Bond的特工作驾 我个人觉得也是这个黑金模式够上档次的 不管是哪个模式都可以显示特别详细的导航路径的信息 车辆信息以及多媒体播放的信息 当然车辆行驶的详细信息也可以通过这块大屏来显示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燃油消耗情况 行驶间的续航里程行驶时间 以及相关的一些旅程的信息都会在这个界面显示出来 最后还有给你安利一下乐视自主研发的黑科技 好用的360度环绕摄像 什么 叫360度 是的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车周围发生的所有情况 我相信这一定是女司机在停车时的最爱 难道这就是俯拍的吗 是的 还可以切换到车前景图 哦 前景也可以的是吗 对 这是前景 这是后面 左边 左边 右边 特别不错 我觉得特别适合停车有困难的那些同学们 是的 当然在车上选歌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这款车机还特别设计了语音控制 你可以用语音来找你想听的歌 比如 嗯哼 那我能点歌吗 可以啊 嗯 比如我可以这样说 来一首周杰伦的歌 不错 回到过去周杰伦的 好 嗯哼 嗯哼 音响效果也特别不错 小龙你想听什么歌 你来点一首吧 我想听张亮颖的歌 哇 哇 不错 哇 不错 只是没有读过 特别不错 除了语音 点播音 点播音乐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语音来进行导航规划 比如说 我想去三里屯 哇 还可以看到实实的路况呢 是的 开始导航 导航 你准备继续 好 不错 好 那么说完了前排的互联体验 如果没有优质的后排影音的享受 自然不能称得上是豪华 后排集成了两块悬浮式的10英寸液晶平板 提供了完整的多媒体娱乐的体验 你无需使用U盘往车上导入音乐和电影 乐视将手机电视等职能终端 同车内的后座娱乐系统完美的同步 只需要一个账号 所有收藏的娱乐内容都可以在车上播放 还可以实现车内的多屏互动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排的界面 首先主界面上有乐视的live 乐视视频 乐视的音乐 搜索搜狗导航 还有乐视的汽车版的应用商店 那么右滑进入到了乐见桌面 左滑 同中控一样还是进入到车辆的应用界面 我们点开乐视视频 随便打开一个视频 那么后排另外一个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可以实现车内前屏和后屏之间的交互和分享 比如说我点开乐视视频 随意找到一个我想看的视频 我可以将它投屏 投到车前方的中控屏 或者后排的另外一个娱乐系统的屏幕 那么这时候在中控屏上就可以看到我的投屏请求 点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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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前排也进入到了同样的视频的播放界面 那么除了视频的推送 音乐也是可以进行全车分享的 比如说我在后排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好听 我想前排的乘客 也来听一听这首歌 我们点击全车播放 那么这首歌就播放到了 就通过全车的音响来进行播放 那么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乐视与阿斯顿马丁合作的超级车机 我们下期再见